荣誠日詩博貴 剛才有在說有生平 也有公園 但實際上裡面並沒有幾棵樹 那大多數都是淫區的水泥地 曾經看過內湖的花式 他們的水泥地面也要做成公園 那我就不懂我們的信義區 雖然有一些公園 但是集中在商業區 在信義計畫區裡面 都是一些商業的廣場公園 所以實際上我們人口重溺的地方 是沒有什麼公園的 所以我強烈的希望柯市長再三地去考量 我們這一塊地都是700多棵的樹 只剩下620棵了 那希望再三地考量可以低度地開放 然後請看我的第二張 請那個文化局獨立調查 老樹到底有幾顆 跳開開發單位計算的 這樣的一個思維 考市長素保會議 沒有那個 當時考市長 考市府的時候 那時候是素保會議 並沒有 那時候沒有說建築物已經在哪裡了 沒有這樣做 是沒有框架的 直接討論素群的保留和老樹的建定 那柯市府有沒有針對室群來討論 我聽起來 我那天聽好像是他的那個建築物都掛在那裡了 第二 柯市府的文化局的建定 只有老樹三三顆 請問相關的位置為何 以景觀設計觀點合理嗎 還是那個都是患和溫病死光光的 那廣時前身是救濟院 有可能這個6.5公頃 只有33顆老樹嗎 那請問話局 是不是能找出歷史照片 對照究竟有幾顆老樹 或找出以前的鳥坎圖來對照老樹有幾顆 不要說開發單位畫了哪些地方他要蓋房子了 他就照著這個思維去看 下一張吧 拜託快一點 那好市府有768棵樹 好科市長620棵 請問是否提供這個折損原因跟位置 一般公園管理比較是否相當下一張 很快也快 原來這個和溫病的疫情集中在市府管理的區域 難免讓我有這個設計上的議證 否則是否有管理不善失職 就顯了 我們理那個菜里長 她自己來做的沒有幾顆對不對 下一張 广池基地和捷运东沿县的老树三树,可捷运局没有等到资宝会议结束,公告就开工,这个程序有合法吗? 捷运局在广池基地已经开工了,这光秃秃的树木移植了几棵了呢?移植到哪里去了呢? 谁管这些事情呢?也想请大家看一下 最后我想问的就是,我们以前开会,师傅都会把开会通知,这个不是书宝的范围,这个是请教 以前开会通知都会印好多张交给李长,李长去彰贴,对不对? 那我们这次,我是中坡里的李明,我跑到那个李长那边去,我们那都没有张贴,我跑到那个李长办公室,他连李长办公室都没有张贴 我就说怎么这样呢?结果他说,他会开会前通知,结果我就在那里,不管怎么样,结果我到六点十七分才听到广播,广播两次,七点再松散告知,两次,而且不到一分钟,所以你看今天,这是我们开会以来,人数最少的一次,对不对? 是不是?你看一下,只有这么几只,没关系,我的意思是说,有没有可能啊,那开会通知,印一下,交给李长,那我们的李长,不,大人李长真的很棒,我刚刚去问过他了, 他是自己用他们的办公室的钱去印,然后才去掌结,所以这边来的应该,可能都是大人李,我不知道,OK,这是,可不可以请帮忙一下,谢谢 谢谢 接下来请带鸡碗 我们还有 很大 接下来 我们有个人